他们看马队前准备 对于感染的 有护育道感染的 那术后急易发生肺部长和肺炎 那你择期手术叫什么 需要在完全治愈后一到两周安排 对于现在是择期手术 那你就咱们就不怕自己择得再晚一点 让病人体脂更好一点 更能耐受手术 风险小一点 这个也是我们需求的 对吧 也是我们需求的 所以我们在急性护育道感染的患者 你要积极的治疗 积极治疗 那就是让他感染好了 感染好了以后再安排 再安排是吧 那择期的 如果急症的 那么也没有办法 对吧 术前一到两周 必须要完全戒烟 肺心病病人应该应用药物改善新功能 使之什么 处于最佳状态 肺心病病人改善新功能 术前三到五天应用抗生素 就是有肺心病 一般都是像一些慢祖飞的 这哮喘的话 他可能会病犯肺心病 那这时候他可能 就慢祖飞 他可能病犯感染了 那他就术前三到五天 给他应用抗生素 应用抗生素 让他就是这个肺部的感染 就是一个降低 一个是还预防术后的一个肺部张 肺炎的一个情况 对吧 肺炎性 因为他很容易发生术后的一个肺部张 和肺炎 因为他这个痰不容易排出来 本身就有感染 对吧 本身就有感染 那应该把这痰往外排 但你麻醉期间的时候呢 这个痰你麻醉了嘛 所以这个敏感性下降 所以这个痰就预在这了 再加上你手术以后 你咳嗽 哎呀肚子疼 一咳嗽胸疼 你都不敢咳嗽 不敢咳嗽 那这个痰更预在这了 对吧 那容易发生肺部张 容易发生感染了 那么现在术前应用抗生素 鼓励患者都请咳嗽 让他积极治疗 好了以后 咱们再给他进行手术 哎这时候你还更好一点 对吧 那麻醉前减量 麻醉前用药 应该减量 禁用麻菲类药物 对于老人来说 麻醉前用药 麻醉前的用药要减量 同时禁用麻菲 因为麻菲会引起呼吸抑制 对吧 哮喘病人 术前应用G100扩张剂和激素 因为哮喘呢 知道他咱们在前面 也讲过呼吸系统的吧 哮喘它是多种续标参与的 参与的有气道的慢性 炎症性疾病 它的特点呢 是伴有效命因的呼气性呼吸困难 对不对 呼气性呼吸困难 它是小气道的痉软所引起的 那你用直血耳夸张剂 哎挺好 小气道痉软打开了 打开了 气道它喘息 这个气道进出 扭滴的 能够进了 还有这激素 激素 激素你跟它是谈条件的 咱们妥协一下 所以你让它喘会劲 让它喘会劲 我也不招惹你 其实它不招 后面人家还有很多扩张剂 脂肪扩张剂 激素能够缓解你的症状 什么汤上激素 还有很多的作用 抗击炎症 减轻吸血细 一些吸帮内皮的一个通透性 这些都是有的 高位病人 术后容易发生呼衰 所以术前应与家属说明情况 术后可能需要用机械通气 因为你就像新港的 重度心脚痛的 重度的传导组织的 那这个术后病人 他可能就 呼吸就可能会有问题 呼能问题 因为他死亡率也比较高 死亡率比较高 而且他的苏醒和延迟 他还会有一些 其他的并发症的发生 尤其是肺部的不张和感染 所以可能会并发呼衰了 那咱们就给他用呼吸 让他保持一个气道的一个通畅 通畅这样对于患者来说 也是有好处的 他减巧的呼吸的做工 呼吸的做工 减少省的呼吸疲劳 疲劳也能保证 他足够的血氧度 在一个正常范围 正常范围 那我们看麻醉的选择和应用 第一个是治愈管那组织 治愈管那组织麻醉 就全宽关节致患的病人 全宽关节致患 证明什么 有证明曾经发生过心梗的病人 在珠网膜下腔组织手术 这手术 再次心梗发生率小于百分之一 而全麻下为百分之二到八 所以要全麻的时候 你再耿率比 珠网膜下腔组织麻醉还要高一点 高一点就看你怎么去操作了 第二呢 降低血栓形成和栓塞的几率 第三呢 是对肺功能影响比较小 比较小 所以你要选择的椎管内组织麻醉 椎管内组织麻醉 一个是你可以做全宽关节致患术的病人 降低血栓 它可以降低血栓和栓塞的机会 同时对肺功能影响表响 有椎管组织嘛 所以它往上了 所以都是下面的 所以会阴的肛门的下肢的手术 你用这个 用这椎管的组织 就是它的平面靠下 控制在什么 控制在凶食左右 就别在凶食是在哪 在骑是吧 在骑这个平面是凭凶食的 咱们在前面讲过 就是体表那些体表结构 体表结构必须要掌握 凶食是在凭骑吧 平骑是叫凶食 然后平四 凶四呢 在乳头 然后乳头 剑兔呢 凶六 肺功呢 凶八 然后骑呢 凶食 腹股膏呢 凶食啊 那这个体表位置是必须要掌握的 那我一说凶食 你脑子立刻想到 平胸 平骑 那平骑 那肯定是 骑以下的手术才能做 那到哪了 到肛门 会已经下肢了 对吧 所以你要做 椎管组织 你可以做 就在这个下面的手术 你是可以做的 到下面手术 肯定不会影响到上面了 因为肺功能 影响比较小 对吧 那因为它还会降低血栓 形成栓栽几率 那因为它就是 你看 比拳麻的时候 你影响的要小 影响要小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情况 七十岁以上老人 为手术期应该 辅助呼吸 七十岁以上老人 如果即使是 你用的是椎管组织 也是建议应用什么 应用呼吸 辅助呼吸 辅助呼吸 加入全麻 对病情严重的 心脏功能储备差的 手术很复杂的 手术 术中会引起 显著的血流动力学改变的 导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 手术时间还很长的 很长的 维持呼吸 通常有效给养和通气 通气所以用的是全麻 就是病情重 病情手术很复杂 手术时间还很长 手术你预计手术中会引起 血流动力学问题的 那你就想就全麻 就行了 全麻 因为全麻 你给它插了一个管 你呼吸到通常 维持呼吸到通常 可以给养 对吧 而且用口罩 用量少 刺激性还小 所以就是你个全麻 椎管那组织麻 对你是凭到了凶时 凶时 所以你在下面的手术 是可以的 可以的 如果全麻的话 你就考虑手术的问题了 如果手术很复杂 手术时间还很长 手术还会引起 一些血流动力学问题 是吧 这时候 你就给它用全麻 那这时候你就给它用全麻 对吧 它主要原则 全麻的主要原则 避免麻对药引起什么 心肌抑制 你主要原则 就是避免麻对药引起心肌抑制 但诱导呢 用伊托米纸来诱导 或者秉博分来诱导 因为它本身对循环 应该影响比较小 对阿新循环比较小 剂中药呢 维股血管 维股血管 是吧 那它或 同时呢 用阿去库安 等等 它们对心律 也没有明显的变化 没有明显变化 或是用适量的 芬太尼 艾斯洛尔等等 是吧 或利多卡因等等 是吧 防止心动过速 或血压升高 艾斯洛尔可以控制血压 利多卡因呢 可以防止心动过速 心动过速 是吧 同时 唯一时可以采用什么 静息符合麻醉 吸入全麻 全麻浓度 一般不超过 1MAC 1MAC 以免抑制心肌 维持输入 禀薄分和 瑞分泰尼 保持一定的 麻醉的深度 还能保持血流 动力学的稳定 稳定 这是全麻 你用的 药的问题 因为全麻中 你主要的维持 它的一个整个的心 整个的循环 是吧 还有呼吸 呼吸那里用的是 你可以有效的 用切耳插管了 对吧 切耳插管了 你用呼吸 辅助呼吸了 这个你呼吸都维持住了 那如何保持 循环的稳定性 那你就用那些 对循环影响 不是很大的 或者有利于 循环的这些药物 对吧 你看 用伊托米纸 或者伊托米纸 它本身对循环影响小 比目分 对循环影响小 你激松药 你用的是 维固循环 或者阿曲固循环 它的心率影响也小 也小 是吧 你用艾斯多尔 控制血压 你利多卡因 控制你的使用 使用心动过速 对吧 那同时呢 维持之后 用精细复合 精细复合 那只有你控制的 这个吸入停麻对 药的一个情况 以及实际输入 这个禀博分的时候 也可能维持住 它的一个整体的血压 和保住血流动静稳定 那所有的你用的 你发现 对于心血管 除了有保护 那就是没有影响 那对它 一个循环的稳定 就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对吧 很关键的作用 第三呢 是全麻和静 和硬膜外 符合 就是联合麻醉 全麻再加上 硬膜外的一个联合 这样这手女 咱们说两个联合 一个菌脉 加成一个全麻 就这两个联合呢 可以减少全麻的用量 可以减少全麻用力量 同时呢 还能减少手术的应急反应 高位的硬膜外组织 高位硬膜外组织 它呢 本身呢 组织了心脏胶管神经 所以不会发生这种 反射性的 冠状动脉的一个收缩了 而且树壁呢 手术完了以后呢 它清醒的早 因为你用全麻量少 用量少 因为你只要起到麻醉 效果就可以了 是吧 所以你全麻药 再加上硬膜外组织 它联合应用的时候呢 全麻药用的就少 所以醒的就早 然后醒的就早 是吧 但是你还可以减少 它的应急反应 使心脏 这个反射性的灌脉收缩 还少 还少 所以你看我们在前面讲 你全麻的时候 你发生再梗 心肌梗死 发生率短着2 而你要用的是 用的是追管内麻醉的话 它的用的 它的死得 得心梗 在梗的几率呢 只有1% 所以你看 因为全麻的时候 它会引起灌脉的反射性收缩 灌脉一收缩 如果里头有血栓 那光机一收缩 都堵入了 灌脉堵入不就心梗了吗 对吧 那你就可以减少这个几率 减少这个几率 对吧 但是它也有一定问题 就容易发生什么 低血压 低血压 而且呢 联合麻醉与全麻相比较呢 为首处级病化症 没有明显差异 没有放弃差异 它就容易引起血压偏低而已 没点血压偏低 咱们可以进行相关处理 对吧 既然降压我们有办法 升压我们也一样有办法 一样有办法 这就是全麻 再加上硬模外组织 联合应用的问题 联合应用就减少 减少一个药的用量 同时呢 还减少了一些相关的副作用 这个就是联合用药的一个好处 对吧 咱们其实联合用药 或者符合用药 都是要求大于一 加于大于二的 就是你两个联合应用 彼此减少彼此的副作用 和增加彼此的作用 这个就是要求的 对吧 看老年患者麻醉要求 麻醉要求比较高 这麻醉管理 对吧 要求比较高 手术过程中 你要监测 有创动脉血压 而且必要时 你要监测肺动脉气压 冠状毒脉灌注压 因为它毕竟会影响到 它的一个呼吸的循环 的一个问题 对吧 对于气道压力的 气道压力的连续监测 也非常关键 因为气道压力太高 你会引起 把肺大炮冲破了 成一气胸 对吧 对于血气的监测 脑袋系的监测 也要重视 颈内静脉血氧饱和度 可以什么 基本反映脑关注状态 你可以监测 颈内静脉血氧饱和度 高血压 由脑血管意外 病史的患者 还需要去连续监测 瞳孔大小 所以就麻醉管理 其实无法就是 你去观察什么 观察这个生命体征 就无创的 当然也有有创的 就是观察有创的动脉 观察冠状动脉的灌注 观察一些连续的 一些气道的压力 以及包括颈静脉的 血氧饱和度的监测 这些都是 因为它本身 颈静脉血氧饱和度 正好反映脑关注的情况 你也需要监测 尤其是有脑血管病的问题 对吧 脑血管病们 同时要看看 有没有瞳孔的问题 由于你脑外手术 你肯定要做 要观察瞳孔 对吧 这些都是要注意的事件 都要注意 好 我们看一下 老年解剖 即生理 生理改变 给麻醉者带来的影响 老年解剖 即生理变化 对于麻醉带来的影响 第一个呼吸道的防御能力 呼吸道的防御反射 你随着年龄增加 防御反射就会减弱 而且术后体质会更弱 对吧 所以在清醒状态下 也可以发生无息 也无息 这是老人本身 老人就 有些老人可能 你就发现 他没有什么症状 也没有着凉 也没有感冒 他突然就会 就会出现肺部感染 就是因为他本身 年龄大了以后 他这种反射 就呼吸道的保护能力 就会弱 对吧 所以他就在清醒状态下 他可能 这个一反流 使道一反流 他可能会无息进去了 那就有可能会引起肺炎 而且老人肺炎 就是这些 他也 怎么着 他也不典型 有记者赶上过一个老人 他症状 他来了以后 他说我大夫头晕 晕晕乎乎的 不清楚 不清楚 你问什么病史呢 有高血压病史 然后一两血压也不高 不高 他说我也认为是血压高 一两也不高 在家也不高 吃了一份酱压药 因为一直在吃 所以就做了CD 也没啥事 也没啥事 但是老人就说 特别没有精神 特别头晕 一两起温 39度 以照胸篇 大片肺炎 他自己都没有咳嗣 咳胎 什么症状都没有 什么症状都没有 所以他呼吁到 是因为他呼吁到的 防御反射弱 反射弱 他即使一个细菌 一个病毒侵犯了以后 他有可能 症状也不会那么典型 第二个呢 老人的牙齿会松动 会有松动 会有脱落 口腔的这个 中失去支架 所以全麻诱导 使这个面罩呢 你都扣的 这个情况 都不一定扣得很紧了 就会发松 所以呢 他也容易发生反射和无息 疾伏症 还得要按保卫处理 保卫处理 疾伏症按保卫处理 这是老人的一个情况 牙齿松动 脱落口腔 失去支架 所以扣着这个面罩 可能扣不紧 扣不紧 老人肠和病 有椎动脉 或者肌底动脉 供血不足 所以吸尾插管时 不可把老人的头过分厚扬 你过分厚扬 这个颈椎 这个颈椎 它也动 它把动脉的光机 给闭住了 给压住了 尤其老人 他还有一些什么 有一些 一些颈椎病 有本身有 这个颈椎骨子增生 等等 这些情况 那一厚扬 过分厚扬 这个椎间孔 椎间孔可能受到挤压 可能把这动脉 可能压得更别了 跟老人会出现 严重的后循环的问题 对吧 所以你在 你在做这个插管的时候 也不要把这头 使劲地往后摆 当然你打开气道 能够看到为主 为主 但别使劲地摆 使劲地摆 要注意一下 这个 今天本身 在岁数大了 可能一些疾病 可能就是 本身 你可能没有显现出疾病 但是它却已经存在 已经存在 是不争的事实 是吧 所以挥到 是它的防御反射弱 容易发生无息 牙齿松动 容易扣不紧 这个面罩扣不紧 也容易发生无息 还有这个椎动脉 容易发生椎动脉 肌椎动脉的问题 你不要脖子后痒 后痒 是吧 第四呢 老人抗和病这些 这个刚刚说了 第五个 老人气管 后臂比较薄 所以插管是 你这么插的话 容易发生损伤 气管后臂薄 所以插管是容易损伤 第六 老人腰底及髋关节 容易发生退性性病变 对于节食位 耐受性比较差 所以你看 术中应妥善 垫好体位 即使患者手术过程 始终是仰卧位 术后腰酸背疼 往往也难以躲避 难以回避 那它腰底关节 本身就是一个退性变 没事的时候 不做不手术 它腰酸背疼 腿头疼 对吧 还总整天疼呢 你给它节食位 让它这个体位这么呆着 这么呆着 对于腰底关节 它是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 很很长的一个打击 打击是吧 那这时候它回去以后 这个腰疼就该出现了 就算平沫 咱们手术都是平沫 仰卧位比较多 但它回去也是 总整天 这是疼那是疼的 是吧 老人皮肤对于胶部 可以过敏 对于电脊片 也可以过敏 但有可能会引起 过敏的反应了 所以沾了以后 沾时间长了 就可能就烂了 皮肤就烂了 我们也感受过这样老人 是吧 它可能对皮肤 对于它就是敏感 对敏感 所以现在胶部呢 就是输液的这些胶部 什么这些都现在 包括输液贴的这个胶部 不像我们二十多年前 我们那时候手术 都是那种大胶部 框框框护着盒 可以撕好多 是吧 给撕好多 然后一条一条一条给你沾 现在没有那种 那么那么大的胶部 框框一条一条撕 现在哪个护着也不撕 都是这种小卷的 是吧 一卷一卷的 给你往上 给你往上弄的 给你往上弄的 那就那种这种都是 就是这种 基本上透明那种 就是防过敏的 防过敏的 就是防止你那种 那种胶部过敏 对吧 所以就是 就是为了出现这种情况 出现这种情况的 过敏的情况 所以这是老人 老人从呼吸上 从他的一个生理特点上 对吧 生理特点上 包括一个关节上 这些都可能会 出现一定的问题 就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 我们在做麻醉的评估时候 要充分地考虑到这些点 在麻醉的管理过程中 我们也要考虑这些点 所以使老人能够平稳地 度过我们的麻醉 我们的手术 我们的一个 就推入到病房上 术后 那我们看术中 你要管理和监测的问题 对于超高龄的老人 对于超高龄的老人 麻醉和为手术期的 管理就重要了 那就是超高龄 我们说90岁以上了 那这种 如果不是采用全麻 或者联合麻醉 要求阵痛必须完善 阵痛必须完善 那手术过程中 必须要力求 血流动静必须要稳定 因为到90岁 90岁 咱们应该是什么 70不留素 80不留犯 就是那一 就古话之所以这么说 就是老人 他像孩子一样 他病情是顺息变化的 总是变化的 你看这老人现在挺好 可能转眼 他可能就有可能猝死 那咱们当时说的是 是一个就是说 比较危险的情况 那可能睡一醒觉 他可能就是醒不来了 或者是被脑血穿形成了 所以他总是有一定变化 因为老人嘛 是吧 所以要知道 就手术过程中 必须要保留他 力求他的一个 血流动静的稳定性 而且术中呢 必须有心电监测 和呼吸末 二氧化碳浓度的一个监测 监测 重点监测是什么 心理指向心心工学 心心工学 所以因为老人 他本身就是 你动力学变化 血流动力变化 很快 很早可能出现 就是心脏的问题 心血管的问题 心脏的一个血流动力学的 就是问题 包括你的心理失常的出现 对吧 心肌供学的一个变化 这些都可能会出现 包括在呼吸的心肺功能 首先出现问题 对吧 出现问题 然后就随之而来 就全身的其他 其他脏气的问题 其他脏气问题 所以为什么老人 就是就卧床了以后 他出现是醉剂肺炎 但以前啥病没有 对吧 可能以前啥病都没有 那他就可以出现醉剂肺炎 对吧 那出现出现醉剂肺炎 就是躺卧床了以后 就是出现醉剂肺炎 那咱们刚刚说的 老人本身这个肺部功能 他的一个带顺应肺 顺应性的下降 吸氧 呼氧这个情况 就是啊 交换气功能 通气功能就有问题 这个通气的这个 就是应该说 这个呼吸膜这个面积 就会有问题 那他一感染 那这个症状就会加重 就这样缺氧能力 就会缺氧情况就加重 对吧 那再加上感染还会引起引发新功能问题 尽管医院他没有心脏病 那他也会诱发新功能问题 出现相关的情况 对吧 那所以一系列都会出现了 就会出现了 所以你要监测的 就是应该他的一个血流动力 这力求血流动力稳定 监测他的一个痒的问题 血痒的问题 心电的问题 对吧 保证他什么 保证他一个顺利完成手术 手术 同时让他即时评价心肌灌注心肌浩氧 手术过程中呢 要求加强气道管理 勤熄弹 因为他呼吸道分泌物会增多 会增多 叫勤熄弹 勤熄弹 防止气的 雾吸或防止这个 肺部感染肺部并发症的发生 术中呢 还应该给予患者尽可能的保暖 防止体温过低 全麻过后呢 应该尽快恢复病人的意识 保持气道的通畅 和循环的稳定 稳定 苏醒指标 达到要求术后 要求后应该送往监护室 通过观察生命体量达到稳定后 再转回病房 普通病房 这些都是 我们就是对于老人 老人他手术以后 我们要求就是术全麻以后 尽快恢复意识 让他恢复呼吸 他恢复呼吸了 他这种反射慢慢就会有了 他就会可弹 这些情况就会有 他就有防止术后 这些并发症的一个减 就是让并发症会减少 减少是吧 同时呢 苏醒 苏醒指标达到以后 你先送监护室去观察一下 他的呼吸 循环脉搏 等生命体征 那么体征观察 他有的一个循环血量的问题 以及包括电解质等等 这算限失衡 算限平衡的问题 那达到的要求以后 平衡了以后 再回普通病房 这样会更好 更好 原来我们医院就是一样 就是全麻病人 一律先回到监护室 先观察 先观察 观察完了以后 你再回普通病房 这样的话 就大家都放心 大家都放心 你至少病情平稳以后 你送回去的 送回去的 这样有平稳的一个 应该是一个过渡器 过渡器这样会最好 这样会最好 是吧 然后我们看 还有呢 就是超高龄的老人 他全麻后 可能有把管困难 必要是可以改用 什么鼻插管 上呼吸机 辅助呼吸 辅助呼吸 他用把管困难 因为超高龄以后 他是气到的这个反应能力呀 这些能力都可能会有 有就是有一定问题 有一定问题 所以你把管 可能就是拔不过来了 拔不了了 把管的呼吸 就会受到抑制了 经面照 无创 无创 镇压通系 对不配合的超高龄老人 不合适 不合适 因为老人 超高龄老人 他一个是 就算他有意识 或者意识 意识就是弧度 他可能也不配合你 因为毕竟你这个 无创的镇压 跟你自己 这么喘气 是不一样的 对吧 不一样的 所以你这样扣着 他就不配合 所以他也不合适 相机时间 超过24小时后 仍然不能撤击的 排场补畅的 影响养共的 都应该气管切开 就是24小时 给你一个树枝 然后给你一个树枝 就是这样 就是他的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就是 对于超高龄老人 他不配合的 你这个 你戴上面罩 这种镇压的 你也不配合 不配合 是吧 那就不合适 而且24小时 你仍然没有 脱不了机 仍然脱不了机 仍然需要 需要呼吸 辅助呼吸 维持 你就给它切开 切开 因为它可能会有一段时间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了 是吧 咱们就需要 需要的给它进行 相关的一个处理 相关处理 好 以上是关于老人 老人关于麻醉的一些特点 老人因为他也是个特殊人群 就像咱们上一节 讲的小孩一样 是吧 讲的小孩一样 孩子本身是个特殊人群 老人也是个特殊人群 因为咱们在开始就讲了 老人特殊在哪 他的整个身体状况 心血管 肺部 神经 等等 都会有发生浅移默化的变化 所以他就像应该说是一个 你就一个应该说是一个 纸糊的一样 应该说是这么说 纸糊面捏的一样 所以你不招惹他 没事 他也不招惹你 你也没事 你所以相安无事 你一招惹他 他可能你就一下子 把纸捅破了 那就一下子不可收拾了 不可收拾了 所以麻醉 就是你要捅破这个纸 捅破这个纸 那你就怎么样 你就要 怎么要 有咱们刚刚说的一些管理措施 那些麻醉的选择问题 那些药物的问题 这些都是你要考虑到的 包括麻醉前的评估问题 它是高危的 中危的 还是低危的 对吧 它是属于哪一类手术 属于哪一类手术 同时呢 它的一个新功能的情况 对于你都要了如指掌 你才能判定这个老人 到底适不适合于这个手术 适不适合于这个择截手术 是不是要延长 还是能够马上就可以手术 术中你需要监测什么样的情况 需要监测什么样的情况 术后你可能会有什么并发症 这些都是咱们要注意的 反正因为老人他就特殊 就特殊在这里 对吧 那你就明白啊 好那今天到这里 对吧